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谢谢主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们一起来经验 你走在神的祝福当中 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喜乐 你真的会发现他给你开路 你真的会发现 你没有的他供应给你 你需要的 你还没想到 他就替你想到 这就是恩典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是弄清楚 上帝你到底要我走哪条路 上帝你到底要我做哪一件事情 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我选择顺服 即便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弟兄姊妹 我们的第一个考虑永远不是 我有什么条件 我有什么资源 我合不合适 我有的能力如何 因为能力都属乎耶和华 这是圣经里面 识破天经的一句话 能力本来就不在你身上 能力也不在我身上 能力是属乎耶和华神的 因此当你真的相信 能力都属乎耶和华的时候 你不会担心的是能力 你要担心的是这是不是耶和华要做的事 如果是他要做的事 他一定会成就 你没有的 他替你 他给你 他帮助你 就好像扫罗 神给他好几个印证 第一个印证是 他的问题被解决了 而且他经验 那个问题的解决 谢谢主 他发现连问题本身都是恩典 因为如果不是驴走失了 他不会被带到 撒末尔的面前 而接下来呢 第二个印证 那就是神成为你的供应者 他不只解决你的问题 他供应你所有的需要 撒末尔对扫罗说 他说你在路上你会遇到 有一群人 这一群人他们会向你问安 这些人他们会给你饼 然后你就接受过来 你就拿过来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神会兴起人 成为你的帮助者 那些人他根本不认得 走在路上就会有不认得的人 而且人家根本不知道 他被暗利了 你知道并不是因为 他现在的条件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因为没有人知道 只有撒末尔跟扫罗两个人 知道这件被暗利的事情 但是神会在你的需要上 兴起人成为你的帮助者 即使是不认识的人 走在路上 有不认识的人 成为扫罗的帮助者 这些人会来跟他问安 与他相合 并且在他的需要上提供 你记得吗 扫罗 他一路走来 其实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但是在他的需要上 神会兴起人 供应他的需要 拿饼给他 你也正在面对 你的侍奉当中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工作里面的一些困难 重要的不是去想 怎么解决问题 重要的还是回头说 我现在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如果你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即便你现在有很大的难处 很深的缺乏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神要你走的 神要你做的 他一定负责任 他会兴起人来成为你的帮助者 他会兴起人来成为你的供应者 求神帮助你 你真的会惊验什么是 耶和华 以乐 这位神是你的供助者 祂的供应 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 谢谢 有一位 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叫穆勒 他的一生 照顾了非常多的孤儿 他的一生不断的经验 他几乎什么都没有 可是神跟他讲说 你去做孤儿的父亲 你去照顾孤儿 他照顾了成千上万的孤儿 他说谢谢主 他一无所有 但是他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 在许多他已经空空如也的时候 神却从四面八方 兴起人 成为他的帮助者 成为他的供应者 祝福你 今宴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神 必为你有最合适的预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